我们先请过去几天在天津 进行现场报道的美国之音 驻北京记者东方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他在现场看到的一些情况 东方你好 明星你好 东方我们知道你在事故现场看到很多 那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情景是什么 跟我们描述一下好吗 对 今天最新的情况 上午本来明火都熄灭了 现在明火又起来了 不断有小旋的爆炸 新的爆炸发生 那么解放军的国家 核生化应急救援队 已经抵达现场 展开了有毒机体 有毒物质的检测 那么今天救出的一个19岁的 小的消防战士 30个小时了躺在那个 躺在这个废区中 现在死亡人数还能 还在继续攀升 那么我这几天采访的 我觉得最最最令人难忘的 就是冲击波的那个力量 我们看到就是在靠着爆炸一边的那些 那个公寓大楼的玻璃 当然全部震碎 那么背面的这个大楼背面的 所有的那个凉台上的玻璃 全部都震倒震倒在地上 现在我们看中间的 就是航拍的那个照片 中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坑 现在人在那冒烟 像是一个很大的陨石缸 那么热量也是我想提到的 就是这个爆炸产生的热量 那么我们看到照片上有一个 完全烧焦的全曲的身体 在一个墙边 那么这个就是已经 那个人已经完全成焦炭了 你看只有一个人形而已 那么车也全部都燃烧 从天上往下掉火球 掉铁块 整个一个汽车厂 形成一个坟塔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 就是我们在采访的时候 在路上 我就看到旁边一个红灯 旁边一个车停下来了 一看那个玻璃 已经全部都碎了 他其实像那个开车的司机 什么也怎么见 里边那个司机光着膀子 我就好奇地说 你是怎么回事 你是姓孙者吗 他说是的 我说你愿不愿意 给我们谈谈这个情况 当时情况怎么样 你出来一下好不好 他出来了 上身没穿衣服 浑身脏漆漆的 所以当时的爆 离爆炸现场的 爆炸的时间呢 十个小时 他说我就是 我出来我就跑啊 我现在怎么转了一圈 又转回来了 他已经完全蒙住了 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是一个大 大货车的司机 我说你的大货车呢 他说大货车不知道 你由此可见 当时的情况啊 这次爆炸事件 爆炸是多么的震惊啊 明天 那么天津民众的情绪 现在如何 他们对于事故呢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疑问 那么还有哪些疑问 没有得到解答 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最大最大的疑问 这次爆炸 威力这么大 炸出这么一个大坑 方圆一两公里之内的玻璃 全部震碎 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炸的 是气体 液体 固体 现在的答案还是三个字 不知道 那么天津的安管局呢 这个说为什么不知道呢 他说原因有三 一个是这个窗户里面呢 是个中转窗户 就是好多有毒的化学物质 在这里转了转去 那么你说你为什么 没有这个Riker呢 你没有这个一个记录吗 他说那由于办公场所 损坏的比较严重 这个记录啊 这个文书啊 都已经被烧坏了 都炸坏了 那你不是有三份吗 你海关里边也应该从有记录的 那第三个原因 他就说解释说就是 企业负责人 已经被他们监管起来了 被抓起来了 那么和其他相关管理人员呢 提供的信息啊 不一样 所以无法直接采信 所以当局对这个 到底是什么爆炸 是什么物质 产生这么大强大的 这个力量的爆炸 现在到现在为止 还是不知道 那么死亡人数 我们说最新的数字是56人 其中21名消防队员 那么这个公布的这个数字呢 大部分的民众表示怀疑 因为当时光是在现场的消防人员 就100多人 现在呢 已经有一千多人在现场 在现场呢 是爆炸产生的时候 他们就在现场附近 呼救 所以很多据说呢 就是当时如果在现场的话 会烧着连这个一点东西 连铁 连这个箱子 连集装箱都能炸风粉碎 那人呢就气化了 那么措施是不是科学 这也是大家当局这个民众啊 怀疑的中心 因为这个人 这个救火队去了以后呢 就冲水 他们说不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 就当做普通的火灾去冲水 结果呢 很多人就觉得是 这个冲水啊 水和化学物质结合起来 产生了这么大的爆炸 那么现在到底这个 做法是不是恰当 天津新闻办呢 反复强调 救援措施是科学的 是应该这样做的 所以呢 这个 有些民众就说 你这个结论是不是要调查以后才做出 是不是恰当 那么是不是能够得 应不应该这么早 都得出这样的结论啊 产生 好的 刚才是美国之音 驻北京记者东方 跟我们介绍他在天津 第一现场爆炸现场 看到的一些情况 谢谢东方为我们介绍的内容